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乎云又乎近 你明明不在我身边 我却觉得很轻 这首歌就是我 很小的时候写给一个我喜欢的学长 就不敢告诉人家我喜欢他 所以我就写了我的秘密 这首歌的旋律 当时的歌词不是这样的 但是也是类似了 然后后来我又写了 哇好多歌啊 这些歌 还有睡公主 睡公主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写的 13岁的时候 也是写给喜欢的学长 怎么这个人那么多喜欢的学长 就是那么多 怎么了 那时候写那个 这些歌啊全都是我喜欢一个人 不敢告诉他的时候而写出来的 所以呢我后来就突然发现 其实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无论心里边有多少的波澜 我都不会表达出来 我就是去写歌 然后用歌曲去表达我自己的心声 这也是为什么导演 导演让我去演这个只有我和你的地方的MV的时候 让我去演甜蜜啊或者什么 我极其的尴尬 因为在现实里边谈恋爱 我也是很害羞 就是你要让我不害羞 没办法呀 就是没办法 懂吗 但是后来熟悉了一下 然后第二天开始吧 第二天开始 好了一些 嗯 就适应的时间挺长的 我突然讲话讲到一半 发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点干 是不是啊